小小的古老歹族寨子 它们自称有无价之宝 宝贝每年还能创收一百多万 这个无价之宝究竟是什么 这里的阿婆为什么个个都是黑牙齿 阿婆们又有哪些值钱的宝贝 传统的泼水节 特色的歹家饭菜 欢快的泼水祝福 本期乡土走进盲团村 看盲团村的无价之宝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云南省的耿马歹族瓦族自治县的盲团村 是一个歹族村寨 村子里只有一百多户人加五百多口人 据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件流传了上千年的宝贝 村里人都十分重视这个宝贝 听说有人曾经来到这个村庄 想花几百万元的高价买走这个宝贝 但是村里的所有人都不答应 因为他们说了这个宝贝是无价的 出再多的钱也不能卖 而且这个宝贝每年还能为村民们带来近两百万元的收入 一年两百万对于一个一百多户的村庄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那么这个宝贝究竟是什么呢 它真的是无价之宝吗 它又怎么样为村民们带来这么多的收入呢 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小歹族村寨会有无价之宝 而且这个无价之宝啊 能为村民们每年带来将近两百万的收入 您相信吗 在来之前啊 我是不太相信的 但是来了之后啊 我发现这个村庄到处都是像我身后这样的小洋房 一看啊 这个村庄就是十分的富有 说不定这个无价之宝真的存在 我现在就去打听打听 孟定镇的盲团村是一个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歹族古村 村里居住的全部都是歹族 如今村里还保留着很多古朴的老房子 不过也有很多新楼房 这些新楼房大多数都是村民 依靠村里的无价之宝赚来的钱盖的 不知道我们编导这次来到盲团村 能见到村民们所说的无价之宝吗 按照我的经验 要想找什么宝贝 问村里的老人准没错 我看这边好像有几位阿婆 我过去问一问 阿婆你们好 你们在这里干嘛呢 吃东西 你们就在这里吃东西啊 阿婆你们的嘴巴怎么了 你们的嘴怎么了 怎么都是红红的呀 吃这个就红啊 你们在吃什么呢 我看看可以吗 可以可以 这是什么呀 在盲团的村口 我们编导找到了几位老人 这几位老人正围坐在一起吃东西 可他们吃的究竟是什么呢 竟然把牙齿都吃成了黑色 嘴唇也都是红的 就像涂了口红一样 他们每天中午就是吃这个 那个竹子 每天中午就吃这个呀 不吃饭吗 吃 吃早点了以后就要 必须要吃这个 每天吃完早点就必须要吃这个 这些阿婆说 他们每天要吃的这个叫冰榔 是吃了能让他们变美丽的东西 可是吃完了这些东西以后 嘴巴和牙齿这么黑 还能变美丽吗 老人的口红就是这样子的 可是我看你们的牙齿都黑黑的 吃多了牙齿就变黑了 那牙齿变黑了好吗 好 我要牙齿好 就是为了牙齿好 所以 就是牙齿 为了牙齿好才吃 在我们编导看来 爱美的女性一定都要拥有 整齐而又洁白的牙齿 可这些歹族的阿婆们却说 她们是以牙黑为美 而且越黑越美 在以前 耿马歹族姑娘 有把牙齿染黑的风俗习惯 在她们看来 黑黑的牙齿很美观 而且吃这个冰榔 对预防和治疗牙病 都有一定的作用 这对阿婆们来说 是每日的零食 她们吃的这个并非是树上 所结果实的冰榔 而是人工制成的代替品 她们称为冰榔 既然说是吃了对牙齿有好处 我们编导也打算尝尝 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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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吃饭 要吃饭 他好吃 他都会吃饭 好辣 又苦又辣 要吃饭 阿婆你这样玩一点就不好吃 哈哈哈哈哈哈 超好吃 我们编导和这几位歹嘱阿婆聊得开心 差点都忘记了自己来盲团村的目的 寻找盲团村的无价之宝 这才是正事啊 现在这个小小的东西就已经成了这些歹嘱阿婆们保护牙齿的宝贝了 那个阿婆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事情 一说到这个宝贝我就想跟你们打听一个事情 我来咱们这个盲团村 我听说盲团村有很值钱的宝贝是不是真的 真的真的 什么宝贝啊 你们家 你们家有 你们家有 都有啊 难道这个宝贝是人人家都有的吗 阿婆说他们家里都有宝贝让我去看 一说到宝贝 这些阿婆都说自己家里有 难道这盲团村的无价之宝是人人都有的 如果人人都有 那还是无价之宝吗 这些阿婆们所说的宝贝和我们编导要找的会是同一个东西吗 来到阿婆巴以弄的家 巴阿婆招待我们在院子里喝茶吃歹足小吃 她自己则进屋拿她的宝贝去了 阿婆不让我们进去啊 是不让我们知道她的那个藏宝的地点 是啊 阿婆拿到了没有 阿婆 宝贝拿出了没有 拿来了 哇 看看 你看那些什么宝贝 哇 都是首饰啊 原来巴阿婆弄阿婆的宝贝就是她的各种首饰 巴阿婆说这些手镯戒指都是她家祖传的 有的已经传了四五代人了 所以价值也不菲 这些首饰也是她最珍贵的宝贝 只不过这肯定不是我们编导要找的盲团村的无价之宝 因为这些首饰也不可能为巴阿婆一家带来另外的收入啊 平时这个宝贝轻易给别人看吗 不轻易给别人看 不轻易给别人看 留在家里看的 难怪阿婆都不让我进屋 看来屋里宝贝好多啊 这里总共加起来好几万块钱的 看完巴以弄阿婆的家传首饰 另一位阿婆崩发也热情地邀请我们编导去她家 说她也有很值钱的宝贝 而且和巴以弄阿婆的不一样 他们家的又会是什么宝贝呢 虽说村里如今建起了好多新楼房 但是老人们还是习惯住以前的老房子 所以村里的老房子也都没有拆 都是老人在居住着 阿婆你的宝贝放在哪里啊 我们的宝贝放在柜子里啊 阿婆的宝贝都放在柜子里的 我看看 阿婆们的宝贝都是拿这种小桌子放在上面的 这个我可以拿到外面去看看吗 你们拍黑的 拿到外面看看什么宝贝 原来这个阿婆的宝贝就是金器啊 玉器啊这些啊 这个都是手镯是吧 这个很值钱啊 这个里面都雕花了啊 这个就是这个镯子嘛 崩发阿婆的宝贝就是金手镯玉手镯 崩发阿婆说 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好了 村里很多人都会买一些贵重首饰 刚才啊看了阿婆这么多的宝贝 都是挺值钱的 而且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但是啊都不是我要找的这个宝贝 看来看去 这些宝贝都不是我们要找的无价之宝 我们编导跟这些阿婆和爱版 好好地打听了一番 爱版终于知道我们要找的宝贝是什么了 在这个村子里啊站了半天 也看了不少之前的宝贝 但是现在呢爱版典要带我去看真正的无价之宝了 要敢看到真正的无价之宝 必须得先找到咱们组长 也就是村长村里的老大 咱们往哪边走 这边吧 这边走 这就是我们纸展家了 那我们现在去找他 在家吗 哇 纸展家里这么多人在了 在了这就是我们家 您是组长啊 您是组长啊 组长 您是组长啊 您是组长的 今天是泼水节 先去过去看 爱版带着我们编导来到了赛部张家 没想到正巧赶上赛家 再过泼水节 泼水节是歹足的新年 和春节一样 要过一个星期 泼水节的时候 大家要互相串门拜年 今天赛部张家的亲戚 都相约来到他家过节 本来是想让赛部张 带我们编导去看盲团村的 无价之宝 但是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 大家都在忙着准备饭菜 赛部张也走不开 他热情地邀请我们编导 留在他家 一起过泼水节 说等招呼完客人 再带他去看无价之宝 今天要来的客人很多 少说也有十几桌 所以要做的菜很多 载足的饭菜都是以酸辣为主 这跟当地的气候条件有关 孟定镇都是亚热带气候 天气潮湿炎热 吃酸的可以让人胃口更好 而吃辣的可以排解 人体内一定的湿气 所以载足人做菜的时候 都喜欢放一些酸辣的调料 竹筒鱼是载足过新年时 必备的菜 只是这一大盆看上去 都是各种野菜 鱼在哪儿呢 哦 鱼在哪里咯 在底下 我怎么还没看到鱼 等着看 等着看 哦 在这儿呢 哦 鱼这么一点点啊 多的啊 哦 这鱼都已经给它切碎了 是的 我已经做好了 哦 我看一下 这蒜鱼啊 这个是蒜鱼 哦 做这个竹筒鱼要拿蒜鱼做 是的 拿蒜鱼最好吃的味道很特别的 做竹筒鱼要放很多配菜 有野菜也有香菜 西红柿等等 把这些配菜和鱼都拌匀以后 就可以往竹筒里放了 据说在以前 歹族人民去地里干活的时候 都不会回家吃饭 在外面一干就是一整天 饿了的时候就会砍几根竹子 往竹子里放点野菜 一烤就可以吃了 到了现在 歹族人民过年过节都要吃竹筒菜 可以做竹筒鱼 也可以做竹筒肉 只要是菜 就都可以放进竹子里去烤着吃 这已经成为了歹族人的传统菜系 这些竹筒都是主人家今天去砍回来的 把这些鱼装进竹筒以后 要拿去火上烤 这个要拿到哪儿去啊 拿到地里面 拿到地里面去 为什么拿地里面去 地里面烧很香啊 地里面烧太香了 在家里面烧的不香 可能在家里面那个地方太小 不太好烧这个是吧 是的 泼水节是歹族传统的节日 为了遵循以前的老传统 他们做竹筒鱼和其他的烤鱼 都不会在家里烤 在外面架上一个架子烤 除了竹筒鱼 他们还烤了芭蕉鱼 就是用芭蕉叶 把调好味道的鱼包起来以后 放到一个铁板上烤 我们编导来的时候 芭蕉鱼已经烤好了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哈 可以吃 直接就可以吃了 我看看这里面都放了什么调料 和那竹筒鱼是一样的吗 就放了好多这种香菜 香料 放了这个辣巴汁吗 这个鱼是好大哦 好香哦 好吃 烤竹筒鱼和芭蕉鱼不一样 竹筒鱼必须要用明火来烤 所以得把火上的铁板挪开 然后将竹筒一个个放在火炉边上 就这样摆着就行了 这样啊 做竹筒鱼的方法很古朴 不要用到碗筷 也不要锅炉 直接装在竹子里烤上20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拿了 这个已经熟了是吧 哇这个竹子都快烧掉了 烧即使几回都没事 这一排都熟了吗 我看都猫多块了 除了竹筒鱼 菜部张家里还准备了很多 歹足特色菜 有牛肝巴 红生 生拌猪肝等等 香喷喷的饭菜摆上桌 这个时候来赛部张家过拨水节的客人 也差不多快来了 泼水节期间是歹足村寨最热闹的时候 因为大家每天都要去串门吃饭 今天吃张三家 明天吃李四家 一直吃到泼水节结束 好奇怪哦 他们吃饭的时候没有饭碗 好像都是拿手抓这个米饭吃的 我们歹足就是喜欢吃这个糯米饭 这是糯米 不是吃饭都拿手抓的吗 然后不用饭碗的 在足夕爱吃糯米饭 这与他们世代研习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有关 因为他们经常到远离村寨的野外从事劳动 回来吃饭不便 常在野外就餐 竹筒鱼就是野外就餐应运而生的菜肴 可以不用锅就做出一顿饭 他们还习惯用手抓着吃饭 糯米有粘性 所以正好适合他们的要求 而糯米饭不容易消化 所以他们才会把菜肴做的酸辣 来帮助消化 既然说是过泼水节 当然少不了泼水 这不大家还在吃着饭 小朋友们和家里的女眷就提着水桶 开始挨个泼水 在家里过泼水节 按照习俗只能闻泼 这是比较传统的泼水方式 就是把水泼在客人的背上表示祝福 背上被泼的水越多 表示祝福越多 大家对这种祝福都欣然接受 祝福都欣然接受 就这样 在相互的泼水祝福中 大家会一直玩闹到天黑 再不张答应第二天 带着我们编导去探村里的无价之宝 第二天上午 赛布章带着我们编导来到了一户人家 说无价之宝就在这里 你好 我上你们家看宝贝来了 宝贝就是这个 什么 你们家宝贝是哪个 是这个 这个体处 这是什么呀 构皮树 构皮树 这是树皮呀 就是你手上这个吗 这个就是宝贝呀 这个是宝贝呀 什么 没搞错吧 这树皮和树枝 就是我们找了两天的无价之宝吗 这个很值钱吗 是很值钱的 这个很值钱呀 你们现在拿它来干什么呀 来造纸 造纸啊 原来他们所说的无价之宝 就是盲团村的手工造纸术 这位老人叫育猛嘎 是手工造纸术的国家级传承人 他告诉我们编导 用构树的树皮造纸 在盲团村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盲团村人世世代代都以此来挣钱谋生 而且这项造纸术只传女不传男 这位叫艾绍 是育猛家的孙女 他从小就开始学习盲团造纸术 在梦定 盲团歹家人以传统技法制作生产的白棉纸 早已远近闻名 每当闲暇之时 勤劳的歹家妇女就会操持起造纸的活计 平时如果有外人来盲团村看他们造纸 他们会立即收起手里的活不让看 所以说如果我们编导自己找了过来 这项古法造纸书肯定是看不到的 也许是我们的编导和他们投缘 他们答应我们在旁边拍摄 还允许编导一起动手制作白棉纸 生产白棉纸主要用的就是构树的皮 将树皮包下来晒单以后 再浸泡蒸煮倒浆 这个树皮它那个煮完以后 就是拿水冲过以后 看着有点像棉花 像你这么敲得敲多久啊 要敲半个小时 那得最要敲的敲多少下 五千多下 五千多下 我这才敲了多少下呀 还不到一百下 手都红了 手都红了 整个手已经完全红了 太可力气了 盲团的造纸每一个步骤都是靠手工 用木锤把树皮敲打成棉絮状以后 再放到水里化为纸浆 这个放入水里的矿叫超纸器 将纸浆放到超纸器里不停地用手指搅动 纸浆就会均匀地沉淀在水中 再提起超纸器 滤去水分在阳光下晾晒 一张白敏纸就做成了 一张白敏纸只要晒上一个小时就可以收起来 这个就已经完全晒干了 是 这个怎么撕下来呀 它粘在这个衫子上 从这个脚开始撕起的 就直接一扯嘛 就是用来这个 这个还有专门的工具啊 这个有点像饭勺啊 这怎么弄 给它踢下来吧 好 拿这东西一看就弄起来了 如今盲团村里会这种古法造纸的 还有几十户人家 每一户造纸的门口都会挂上造纸户的牌子 这也是为了方便买纸人前来收购 这些纸按照大小 一张可以卖到五毛至两块钱 所以每年为村民们带来的收入 加起来有一百多万 盲团村的古法造纸 在2008年就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村里人世世代代都把这项造纸树 看成是他们的祖先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中 梦定的盲团村的歹族群众 仍然保留着这种简单传统的构树皮手工造纸工艺 这也算是一种奇迹了 所以说在他们的心中 这就是他们的无价之宝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访问央视网三农台 来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 也可以登陆我们屏幕下方的 乡土官方微博和我们互动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 你是乡土最热心的观众吗 如果你能回答对本周所有的问题 你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快快短信参与吧 你就是乡土百事通 小小胡子怎么被他们吃进嘴里 他们因为什么受到过度惊吓 脸色就是给你点颜色 魔术把戏蕴藏着穿具秘密 竹筒变竹面 薄的能把字看见 他们黑不溜秋 却是养生真品 小身材大味道 烧烤里面有诀窍 想要知道巴山熟水人 有滋有味 舒心安逸的日子 下期请收看乡土 想要巴士来荣幸 桂 gaan 马上